合起來好 3 2 1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以及市議員許瑞茨 張浩漢 陳怡 和呂美玲 藍敏黃特助 以及中正區長郭鴻章等人 一起陪同長者們 試用健身器材 對於有這處安全專業的 運動健身地點 長者們開心又稱讚 經過教練的教導 我們懂得運動會有傷害的狀況 我們學了以後 以後我們都可以天天來做 所以對我們的身體是很棒的 我們也很高興 這麼多的健身工具 我們每天都可以隨時來運動 而且每一樣都可以有 老師在旁邊指導 讓我們都一定身體 一定會更健康 在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以及基隆市衛生局合作 和新豐里長 蒂蒂娜協助下 位在中正區新豐里民活動中心的 基隆市銀髮健身俱樂部新豐站 正式接牌啟用 希望在專業教練指導下 協助長者老人家規律運動 搭配健康均衡飲食 提升肌耐力和心肺功能以及社交關係 讓長輩們更健康 病得少 老得慢 活得好 我相信我父親就是睡的時候 他當時行動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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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方便 不能運動 當時就有一個腳踏車 就是那種做的才能力 我就特地幫他買個移動 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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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店每天做半個小時 那的確對他幫助得非常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老人家需要一些基隆運動 除了基隆運動之外 剛才現主持人幫我介紹的 換一場完了 基隆是大家可以團體聚會 就像無雙沙 大家在一起 我們開心 我們中央有補助 我們衛福部的這個 零研究員 我們講這個 我們基隆在地老化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老年人口的比例也非常高 中正區應該是全市第二道 是嗎 第一市人愛區 第二中正區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健身器材也好 空間環境也好 都讓我們在地社區的長輩有機會 會員的目標跟指標 但不管中央跟地方搭工 我們來努力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資源 有目的更多的社區 只有在日常的生活中 做好這些保健 透過銀髮健身俱樂部的 硬體設備的建置 還有我們運動指導員 我們有證照的運動指導員 然後每個星期來上課 然後跟其他的長輩一起上課 又可以動動腦 又可以交朋友 又可以訓練激勵 我們才可以延緩我們的退化 延緩我們的私能 這樣以後我們需要被人家照顧 需要長照的機會就會更少 我們感謝新豐愛鄉協會 感謝我們國民健康署 和基隆市政府 我們大家一起來促成 銀髮健身俱樂部 市政府衛生局進一步表示 新豐站是基隆市 第二座銀髮健身俱樂部 希望透過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 達到長者活躍老化 所需要的安全健康和參與三個層面 記者 郡松 基隆報導